大家好,歡迎收看現在玩什麼 我是線 今天要向大家介紹的是 茂林園記裡的蜥蜴神教 蜥蜴神教為森林裡領民的心靈寄託 玩家在遊戲中將率領著這些信徒廣傳神域 在傳教過程中,如果你的士兵遭受攻擊的話 他們將會成為你最虔誠的蒲蟲 是否能善用這些蒲蟲,考驗著玩家的策略安排 那麼事不宜遲,現在就帶大家認識這個陣營吧 玩家圖版上方認識此陣營的特色科技 右上角的是鍛造道具的戰存區 位在左側的是玩家進行回合時的內容 位在中央的是陰謀的類型與蒲蟲戰存區 位在陰謀下方的為庭院戰存區 在圖版右側中央的為召氣者類型辨別區 右下角的則是召氣者排隊 圖版的背面有陣營的配件表 陣營的能力值,陣營的策略提示 以及陣營的設置方式 根據陣營配件表上的內容 會有25個士兵,15個庭院,沒有指示物 有一個召氣標記 最後是每個陣營皆會有的分數片 玩家在進行陣營設置時 請先查看自己所拿到的手牌 再決定放置的位置 如果本場遊戲有貓咪或者老鷹陣營 則放置四個士兵到他們所選陣營的斜對角的角落領地上 並且放置一個與該領地類型相同的庭院到空巢上 然而如果是貓咪與老鷹陣營同時存在時 則是從剩餘的兩個領地中做出選擇 並且在與你起始領地相鄰的所有領地上 放置一個士兵 接著將召氣標記以召氣面朝上 隨機放置在召氣者類型辨別區的任一格 將剩餘的庭院接放置到庭院戰存區的對應位置上 最後將剩餘的士兵放置在一旁作為供應區 等到所有玩家都設置完後 遊戲就可以開始進行了 吸引神教有三個特色科技 首先是復仇 當然如果你在戰鬥中是屬於防禦方 則你所有移除的士兵皆會成為蒲蟲 而不是收回到供應區 再來是震惡飛鷹 在執行白天階段的儀式時 飛鷹牌不能當作百搭來使用 最後是朝聖 只要擁有庭院的領地 控制權一律都是你的 這個規則會優先於飛鷹王朝的森林之主 玩家的回合首先是清晨階段 玩家依序執行以下步驟 更替召氣者類型 當遊戲有吸引陣營存在時 所有玩家在丟氣以及花費卡牌時 不是丟到氣牌堆 而是改丟到召氣者牌堆 其中包含特殊聖地牌也是 玩家根據召氣者牌堆中 擁有最多數量的類型 來將召氣者標記 移動到該類型上 當如果最多數發生平手時 則標記位置保持不變 標記位置會發生改編時 則是要從召氣面翻至正二面 如果本來就是正二面 則是保持正二面 當召氣者類型改變時 則都會始先以召氣面朝上 在遊戲的過程中 所有玩家皆可隨時查看 召氣者牌堆的內容 調整完召氣者標記後 就將召氣者牌堆裡的牌 都放到中央的氣牌堆裡 有特殊聖地牌的話 一樣是挑出來 來綻放到地圖旁 在召氣領地 執行各項陰謀 召氣標記所放置的 對應類型領地 就是召氣領地 玩家可以消耗捕蟲 來對這些領地執行的陰謀有三種 執行順序隨意 次數上也沒有限制 只要你的捕蟲夠用就好 在這邊需要注意的一點是 如果召氣標記是在正二面時 則所有陰謀 皆可以少花費一個捕蟲 這三種陰謀分別為聖戰 消耗兩個捕蟲 在召氣領地發起一場戰鬥 或者是從召氣領地移動士兵 到相邻領地發起一場戰鬥 轉化 消耗兩個捕蟲 選擇一個召氣領地 將上面的其中一個對手士兵給移除 換成你的士兵 最後是進化 消耗三個捕蟲 選擇一個召氣領地 將其中一個對手的建築給移除 替換成對應領地類型的庭院 在這邊所移除的對手建築 一樣會給你帶來一分 當然不在執行陰謀後 就可以進入到白天階段了 在這個階段 玩家可以利用展示的方式 執行以下四種儀式 注意是展示 而不是花費喔 玩家在這邊的儀式 也沒有順序上以及次數上限制 但是一張牌一回合只能展示一次 已經展示過的牌 必須攤在玩家版旁 這四種儀式分別為建造 招募 計分以及獻祭 首先是建造 在一個被你所控制的領地 展示持領地類型的牌 就可以建造一個庭院 招募 在一個與展示卡牌相同類型的領地上 放置一個士兵 計分 在每個回合 每一種類型的卡牌 皆只能執行一次 將持卡牌丟棄到招氣者牌堆中 獲取對應類型庭院空格處對應的最高分 最後是獻祭展示飛行牌 從供應堆拿取一個士兵 放入浮蟲戰存區 當不再進行儀式時 就進入到夜晚階段 在夜晚階段依序執行以下步驟 將所有展示的牌收回手中 使用招氣者類型的庭院進行鍛造 同樣的鍛造並沒有數量上的限制 但是每回合每個鍛造配件皆只能使用一次 使用完後先進行轉向 等到回合結束時再轉回來 最後是抽取一張卡牌 然後如果手牌超過五張 則是氣到剩下五張為止 接著就可以輪到下一位玩家 執行他的回合了 玩家回合首先是清晨階段 我們必須先更替招氣類型 將我們的招氣者牌堆打開來 狐狸類型的有兩張 老鼠類型的有兩張 兔子類型的有一張 因此在這邊原先的招氣類型是狐狸類型的 那狐狸類型同為最多的存在 所以在這一回合招氣類型並不會更改 因為沒有更改 所以他必須翻到正二面 接著將招氣者牌堆 都棄至場中央的棄牌堆 在招氣領地執行陰謀 在這邊招氣領地就會是狐狸領地 由於現在是正二面 所以在這邊我執行的陰謀都可以少一個捕蟲 我決定先進行兩次轉化 將兩個位移在狐狸領地的對手士兵給移除 改成放置我的士兵 接著進行一次進化 花費兩個蒲蟲 選擇一個狐狸領地 將對手的一個建築物替換成我的庭院 謝謝 我不在執行陰謀 因此進入到白天階段 展示任一張束手牌 每展示一張可以執行一場儀式 首先我先展示兩張飛音牌 進行獻祭 從供應堆將我的士兵放到狐蟲戰存區 接著我展示一張兔子類型的卡牌 作為建造使用 在我所控制的兔子領地 蓋上我一個庭院 接著再展示一張老鼠卡牌 作為招募 我可以在一個老鼠領地上放置一個士兵 最後我決定花費這張狐狸牌 來為我自己進行計分 讓它打到招氣者牌堆 接著我就可以拿取 在狐狸類型庭院對應的最高分 所以也就是4分 當我的手牌都展示完 或者我不再進行展示的時候 就可以進入到夜晚階段 將我展示的手牌收回手中 接著我可以使用 位在狐狸領地的庭院進行鍛造 但是在這邊我不打算進行任何的鍛造 因此進入到最後的抽取卡牌 由於我在這邊有兩個多抽牌的符號 所以在這邊我可以從場中央抽取三張牌 然後 由於我的手牌超過了五張 所以我必須挑選完後 棄到剩五張為止 一樣棄掉的卡牌 必須放置到招氣者牌庫中 接著就可以輪到下一位玩家 執行他的回合了 今天的介紹就到這邊結束啦 有喜歡我們拍的影片 記得按個喜歡 並且訂閱一下開啟小鈴鐺喔 那我們下次見 掰掰